杜振宇,1983年2月1日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中国职业足球运动员,在场上主要私职边风弹也可胜任前锋这一位置,现效力于长春亚太足球俱乐部,杜振宇从2000年开始在长春亚太一位效力2007年,帮助球队获得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冠军并容英2007年中国足球先生2008年,杜振宇担任北京奥运会,火炬首,2012年7月杜振宇租界到天津泰达队,2013年2月22日, 正式转会天津泰达,2015年3月杜振宇回归长春亚太队,4岁的时候父亲就经常带杜振宇去沈阳铁西区,一个火车站出货场,踢球5岁时杜振宇,被父亲送到沈阳铁西区体,小小的时候父亲为了锻炼杜振宇的大心脏,经常让他搬着很多陌生人面前编球,比如在大商场门口如果没有足球也没关系编橘子,就这样杜振宇从小就习惯了在人多等,地方表现大心脏是这样变成的1990年6月杜振宇, 杜振宇进入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队一,995年5月杜振宇进入高峰文足球学校队1996年,杜振宇被招入长春亚太后背队最初,杜振宇与他的队友王栋章宝丰淘明王,瑞里滨高健江鹏翔招校飞等,一起来到了长春亚太97年到99年,他们代表亚太打了三年以及联赛,始终没有冲上甲, 云不过亚太还是跟他们签了十年合同,1999年末,长春亚太和当年冲甲成功的解放军超能合并打了一年比赛,杜振宇入选国少队200年,长春亚太和解放军超能双方合作破,令了亚太决定花1500万元,买断解放军队参赛全2003年,杜振宇入选国奥队长春亚太,重整旗鼓之后球队获得全国足球奖必联赛冠军 但由于足协原因未能冲超2004年已具备相当实力的亚太队,在形式一片大好情形下杜振宇,王栋,张宝峰,曹明被针调到国奥队四小将,一直表现优异,那时国奥的定位球几乎全规脚法出色的杜振宇 然而大赛在即杜振宇却因脚趾骨折退出王栋也成为赛后兵败罪人亚太队员,气大伤最终获得中国足球甲集联赛 第五名,2005年,凭借不懈努力亚太队获得中国足球协会甲集联赛,亚军成功升入中超,重年度振宇第一次入选国家队2006年黑马亚太,在冲超第一年就一路高歌,获得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第四名2007年终于修成成果获得中超联赛冠军度振宇,已经多年在球队中逐步,由一颗新星成长为绝对核心,并容应 2007年,中国足球先生,2007中超赛季第30轮长春,亚太4比1击败深圳夺得中超联赛冠军 2008年,亚太队参加了亚冠联赛杜振宇,打进了球队第一个亚冠进球,对阵越南平阳直接任意球获门 长春亚太第一次参加亚冠联赛,就创造了中超球队,在亚冠联赛的最大比分长春亚太9比0 越南平阳作为球队主力,帮助长春亚太历史上,首次登上了中国足球顶级联赛的最高殿堂为长春赢得了足球城的城市名片受到示威 市政府领导专门表彰拥有数十万长春球迷,获得国内足球个人最高荣誉最佳球员 中国足球先生称号热心公益事业,先号为SOF儿童村,残战儿童,贫困大学生,抗血救灾捐献爱心杜振宇,光荣入选长春时大学初青年 杜振宇的黄金左脚任意球得分,是他的拿手好戏 2012年,杜振宇被租借至天津派达队期间焕发第二春 2012年7月28日中超联赛第十九轮金晶得比于晚七点半打响杜振宇在第59分钟替补王欣欣出场 第79分钟在国安进球仅仅一分钟后派达队长传进攻左路度 振宇在禁区前与禁区内的约万希希打出精彩 二过一随即杜振宇突入禁区在周挺的贴 身房手下面对杨振左脚低射球从国安门降跨下钻入球网 比分再度感写为二比一这是杜振宇加盟泰达的首个进球 2014赛季杜振宇以11次助攻排 在助攻榜第三位2014赛季结束后 申批天津泰达对于两年的杜振宇重回老东奖长春 亚太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刘玉明在2015年1月3日 透露杜振宇已于10天前和球队会合 还有一些手续尚未处理完毕回归几城定局 爱亚太一往情深 2014年念落归根杜振宇 选择回长春杜振宇很职业 每次深批太达对付出占老东奖 的时候总是憋读了镜头入比赛 从2000年到2011 一年整整11年可以说杜振宇将自己最好的青春 状态和表现都留给了亚太 而亚太也在当年振动组合的努力下于2007年 圆梦中超冠军杜振宇荣英当年中国足球先生 并成为当时国家队的乘客杜振宇 对于老东奖充满了深深的感情 他说亚太永远在 我心中我的家和亲人朋友都在这里 不在亚太给我全世界都没有意义 我还是那句话 只要亚太需要我我就会一无反顾的回来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亚太人 2015年4月4日 下午在长春亚太客场2比2 占平辽宁宏运的中超第四轮比赛 中度阵宇开场仅37鸟电 取得闪电进球为长春亚太先拔头筹 这个进球是2015到2016赛季中超联赛前四轮最快 进球也是杜振宇时隔4年1393天之后 再次为长春亚太在中超联赛中取得进球对度 振宇来说很有意义 2016年联赛结束后33岁的杜振宇 决定不退役继续见证亚太的灰 黄2017赛季杜振宇中超出场 21次766分钟虽然只有一次打满全场弹穴打进三球注 攻六次大多数时候他是周大帝的替补 这位即将22岁的小将 被称作杜振宇的接班人杜振宇以老代 新替补登场 2008年杜振宇成飞飞最佳候选人 被国际足联列为欧洲有爱最佳球员后 选证明杜振宇已经成为了2008年 亚洲足球先生的有力争夺者 这就要看他在接下来的两项重要赛事中 能否持续出色的发挥 除了国家队的世界杯预选赛必须打出好城 另外杜振宇还必须帮助长春亚太队打好亚冠比赛 杜振宇能够名列其中从某种程度 像说他的能力和水平正在被国际足坛 接手着也为他进行欧洲赛场上具备了可能性 事实上此前就有俄超球队曾经球购过杜振宇 可惜亚太俱乐部没有放人 作为新科的中国足球先生 杜振宇是政治之后国内球员的 佼佼者如果他能够不政治的后尘 前往欧洲联赛 踢球这无疑是中国足球的姓氏 我想没有刘洋踢球 也是杜振宇人生的一大遗憾进球后 新闻对辉是杜振宇标志性庆祝动作 本赛季在青岛结束培训的杜振宇 回到了静越基地 担任球队亲续总监一直希望杜振 能够终劳亚太这是俱乐部之幸 也是球迷之幸 为长春我们一起战斗 长春亚太朝着百年俱乐部不断前进加油亚太 明镜与点点栏目